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冠肺炎 近日输入个案增加 有专科医生关注一些地区的检测质素 环球时报报道 回控可能被列入内地第一批不可靠实体清单 TikTok和美国企业成立新公司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字节跳动将不会有决策权 各位 消息指本港今天新增大约6宗新冠肺炎确诊 近日输入个案增加 有专科医生关注有关地区的检测质素 昨日新增的19宗输入个案 患者大部分是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 其中8个是来自印度的患者 5个人搭同一班国泰港龙航机 现时如果抵港人士过去14天 去过印度、菲律宾、尼博尔等的高风险地区 需要在登机前72小时内通过病毒检测 也要出示在香港的酒店预订记录才可以上机 抵港之后也需要在机场再接受病毒检测 确诊人士会上去医院 结果阴性的就去预约的酒店检测14天 既然上机之前已经有病毒阴性证明 为什么还有输入个案呢 有专科医生就说 关注输入个案地区的检测质素 来到香港是阳性 要不就是在采集样本的时候 究竟是确认那个人 或者是采集样本的程序方面 会不会有漏洞 接着就是说去检测的时候 有没有用一些适当的检测 因为那个敏感度有些差异 或者是因为那个阴转阳 在接触期的问题 都其实不应该 比如说去到现在看到 一架机有五个至六个这样的水平 梁子超建议政府安排在检测中心 集中检测高风险地区的抵抗人士 可以减低病毒传入社区的风险 他又呼吁航空公司加紧把关 留意由高风险地区来港的人 提交的资料又或者检测证明有没有问题 无线电视机社梁卓恩 12个港人上个月在内地水域被捕 涉嫌触犯内地的偷越边境罪 本港警方说 水警当日未有发现内地海警船进入本港水域 警方说水警指挥及控制中心 曾经检视上个月23号上午的航行监察系统记录 未有发现任何内地海警船进入 或者停留本港水域 或者有市民求助 而水警轮日常调配涉及行动细节 不适宜公开 而警方早前接获内地的通报之后 已经即时通知被捕人士家属 警方强调12个人是被内地执法部门拘捕 行动和警方无关 日前有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的研究员确诊 有在大楼上班的职员说已经加强消毒 相信无问题 卫生防护中心接获港大通知 在确诊女患者工作地点採集的37个环境样本 有14个呈阳性反应 41个在实验室工作的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 有位同一座大楼负责处理病人样本的职员 说大楼内已经加强消毒 不担心会受感染 因为我们本身有戴口罩 以及我们进入实验室之后 我们都要测试Body temperature 就我所知 六楼的同事已经做了深层消毒 其他地方我们都陆陆续续做一些消毒工作 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向实验室派发的 330个杨本春 暂时未发现阳性个案 实验室主管潘烈云受估计 实验室环境是由患者污染 样本病毒浓度不高 是带有这个病毒 所以这一刻我们都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 去说它是在实验室内处理因素引起感染的 港大明天将会恢复面秀课堂 有化学系学生说以后进入实验室时 会更加留意环境外生 无线电视机者邓文康报导 海关在元朗检获300多盒 怀疑冒牌月饼和月饼券 大约值9万元拘捕4个人 下星期就是中秋节 不少市民都会买月饼或者月饼券 用来送礼或者自用 海关早前接获举报 上星期五在元朗西青街一间酒楼 和崇正新村一个储存仓 检获一共340盒华尔冒牌月饼 和200张华尔附有虚价商品说明的月饼券 海关说冒牌月饼以正版的7折价出售 在包装上面也故意和正版有分别 如果大家将正货和冒牌 摆来对照的话 大家相信都会看到 无论在外观设计上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分别 我们相信这些无牌月饼主要都是在内地销售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内地的旅客没办法来到香港购买月饼 所以因此就有人想制造一个香港品牌 内地制造的假象 意图欺骗消费者 海关一共拘捕两男两女 由39至77岁 包括一个酒楼董事 其中77岁男人怀疑是集团主奴 无线电视记者蓝启心报道 内地传媒报道 汇丰控股可能被列入内地第一批不可靠实体清单 另外有报道说 汇丰在知情下完成巨额问题款项转账 近月连回被内地官方媒体点名批评的汇丰控股 再受多项不利传闻困扰 国家商务部在过去星期六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而官方环球时报引述消息说 牵涉孟晚舟事件的汇丰和涉嫌将既往华为的包裹 转送到美国的联邦快递 另外还有苹果公司 可能成为首批被列入清单的公司 以回应美国打压内地企业 一旦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有关公司在内地的投资活动将会被禁止 或者受到限制 另外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披露美国财政部文件 显示2000年后到2017年期间 银行等向当局提交的可疑活动报告 涉及2万亿美元交易 其中有关汇控的文件指出 汇控2013年9月 已经收到监管部门通知 有客户涉嫌以港座推销投资等进行旁事骗局 但仍然容许有问题款项 由美国转账至香港 涉资大约8千万美元 直至2014年4月 有关人士被起诉 汇控才取消涉及的香港户口 汇丰发言人回应说 自2012年起 已经作出为期多年的改革 已提升在60多个司法管制区 打击金融犯罪能力 在安全性方面已经有改善 无线电视机者 林宏仪不得 另外 美国法院 市场忧虑中美紧张关系持续升温 港股今早曾跌近300点 见过半月的低位 港股轻微高开之后 一度升近100点 但很快就转跌 最多跌286点 有传汇控可能被列入内地的不可靠实体清单 消息拖累股价跌穿30元关口 见29.6的25年低位 守住09年28元的公股价 科技股继续挨沽 小米跌3% 虽然美国法院叫停WeChat禁令 但腾讯仍要跌1% 瑞讯唱淡澳门博彩业前景 加上有传内地打击博彩中介业务 银鱼永利跌近4%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报24163点 最新跌287点 总成交694亿 恒生科技指数跌107点 看看最会约港股的表现 腾讯控股跌7.5 阿里巴巴跌2.2 汇丰控股跌1 美团点评升3.4 小米集团跌8.5 中芯国际跌2.5 盈富基金跌2.8 盈富基金跌2.8 蒙牛乳叶跌3.5 比亚迪股份跌4.5 中国移动跌4.5 恒生指数期货 即月跌330点 总成交103,000多张 看看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13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42点 看看美元匯价 日元104.31 英镑1.2955 澳元0.732 欧元1.1867 转体 港元匯价对美元7.75 每百日元对7.4291 欧元9.1962 英镑10.0409 瑞士法郎8.5165 嫁元5.8797 澳元5.6722 新西兰元5.249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 伦敦黄金每盎市买卖价 报1952.2 1954.2 本港每两九九金部 18,060元 天离方面 预测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一点钟气温是29度 相对湿度82% 雷暴警告验证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日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5 强度属于中等 新闻报道员再会